不畏寒流来袭,学童们在寒风中依然精神抖擞 打起拳来呼呼声风,各个家世十足 这是康寿国小的武术队 成员从三到六年级的孩子都有 在长期训练及勤于练习之下 每每在本县的武术比赛中获得佳击 这三四年来,持续发展武术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带给学生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一个环境 武术队的一个成立,我想这几年 康寿国小在不管是全县的运动会 以及全民运跟主委呗的各项竞赛 康寿国小的武术队都获得到全县的男女总冠军 我想这一切的武术一个发展 最主要感谢我们周清国老师 不断的一个付出跟努力 能够让学生学习到武术的一个精髓 我们这个中国的武术 它不只可以强壮身体之外 它最主要是训练人的意志力 很多小朋友从国小二年级就开始练习了 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有时候拉筋,我相信小朋友一定会哀哀叫 也很感谢这些小朋友的家长 有的甚至是全程陪同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只自己的身体可以变得更好之外 尤其是你的意志力会变得更加的坚强 每位学员都有擅长的武术 教练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 特别是品性部分 学圈的孩子身体也明显变得比较好 除了少感冒生病以外 也比较定得下来 对于提升专注力也大有帮助 练武术这方面对我们的小朋友帮助非常大 在练武术的过程当中会让他们在学习专注 还有在学习如何练习武术过程当中 这种吃苦耐老的过程呢 会让他们这个品性方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所以我来这边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你不只可以学到 就是说你的意志力更加坚定之外 未来你在任何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 相信你也会用一定的心态去面对它 艺人陈翰丽对于康寿国小武术队的表现表示肯定 希望孩子们能借有无数强生 训练孩子们提升意志力专注力 也期盼借由推展各项运动 增强线内青少年体势能 免疫新闻简易芬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